大佛提 如来命因修正了意 诸菩萨万恨守乐言经 坚验法师慈悲 诸位法师 诸位同学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 第217面 新一 耶因标明 那么 本经的一个重点 就是在破旺贤正 那么所谓的虚妄呢 在本经当中所说的就是我们一念心 因为一念的妄动 所生起的 破业苦 这个都是属于虚妄的 这个都是要破族的 那所谓真呢 就是我们一念心性 本具的法生波磊解脱三种功德 这个是真实的功德 应该开显的 就是破旺显真 那这当中所依止的 当然主要就是依不生灭心 来修习空甲中三观 所以在本科当中呢 强调你第一个你因地的花心啊 你要依止这种 不随外境而有生灭的心 就是你最初的修行的依止处 是依止真实道理的观察 所生起的 而不是外在的环境的刺激所生起的 就是你的心要依止 不生灭心 那么在不生灭心的基础之下呢 来修空甲中三观啊 你就可以慢慢地把你生命当中的 烦恼障业障暴障消灭 那么开显你的 法身波磊解脱三种功德 本经的意思是这个意思 好 我们看这一大科叫做 耶因标明 这个因呢 指的是众生的五印 叫做因 因为众生的内心啊 它的这个五印身心世界啊 它能够造作种种的业力啊 所以它是因 就着五印身心来标出 这个依报国土的假名假象 叫做业因标明 那么这一科呢 前面那一科是讲到众生颠倒 讲到这个众生的这个正报 这个地方讲世界颠倒 这个是讲依报 我们上一堂课讲到这个第二 第二科的第二小段 六想沉沦 我们看经文 事故世界因动有生 因生有色 因色有香 因香有处 因处有味 因为知法 六乱妄想 成业性故 十二七分由此轮转 事故事件 生香味处 穷十二便唯一贤富 那么这个地方的六想沉沦 就是说 众生的轮回的根本是六成 那么我们一念心 在六成当中 生起有各式各样的颠倒乱想 所以造了各式各样的业 就有各式各样的轮回的差别的相貌 就六想沉沦 这看经文就能够清楚 所以在众生的友情世界当中 我们因动有生 这个第一个动是 我们最初 这个亲近本性的一念的无名妄动 妄动以后 就创造了因生 因为这个因生是以动 来当作它的相状 那有因生的迁移呢 因生来迁移我们这个念妄心呢 就有所谓的色境 这个色境就出现了 那么再由这个色境的欣喜 妄心呢 就有相成产生 那么这个相成又在欣喜 我们妄心就有处境 那个处 我们对于这个处啊 的这种贪爱 未着 就有所谓的未尽 那么由这个未的 这种种的造作 就产生了 我们的内法成 所以这个地方 讲到这个六成的生起啊 是由因生而带动 色相处未发 所以他做一个总结说啊 六乱妄想 乘业性故 十二七分离 由此轮转 那么在整个六成的造作过程当中呢 首先是一指六种的 颠倒错乱的妄想 这个地方是讲获 众生的起货的一个相貌 就是说众生一指六根 既攀岩六成 就创造了六四了 那么因为根成式的交互作用呢 就隐身了 六种差别的颠倒妄想 这个是讲到起货 由这个妄想的兼顾呢 就成业性故 就造了各式各样的业力 由业力呢 就招感了十二类生的差别的 这种生死轮回的果报 这个地方讲到货业苦了 所以总结呢 在有情世界当中呢 这个身相畏畜 这个地方是广泛的指六成啊 众生贪着六成的差别呢 所以穷尽十二种变化 来当作一种旋覆 这个旋覆就是循返啊 周而复是一个循环 这穷十二变为玄覆 这句话呢 我们解释一下啊 这个地方的解释啊 古德的注解啊 是分成两种意识来解释 当然这两种意识都是 扣着六成的一个因缘 那首先从众生的因地来说 众生在因地当中呢 他对六成的 贪爱的笑貌是不同的 你比如说有些众生 接触六成的时候 他听到音声 他听到射程 他所取的是一种响 它产生很多很多的妄想 那么这种响呢 就会产生软 软声 因为软音响声嘛 这个响是比较轻飘的 那么众生在因地当中呢 他对六成的贪爱 是一种情爱的成分 那么胎音情有 他就变成一种胎声 那么从因地当中呢 就说明了众生在因地当中 对六成的贪爱是 有十二种差别的 就构成一种十二种循环 这是从因地上的说明 其次呢 从果地上来说呢 众生在果报当中 所显现的六成 也是有所不同的 比方说软生的动物 他所发出的阴声 跟胎生的动物 所发的阴声 那也是有所不同 这个六成在表现在 十二类声当中 它的果报像 也是有十二种的变化 所以这个地方就正式说明了 众生因地在六成当中 有十二种的贪爱 有十二种的造作 最后就有十二种的六成出现 这个就是所谓的 穷十二变唯一宣布 那么也就是说 他整个生死轮回的 主要的真上也呢 还是以六成来当作根本 看最后一段 乘死轮转颠倒相顾 事由世界软生胎生 失生化生 有色无色 有想无想 若非有色 若非无色 若非有想 若非无想 这个乘死 这个词 当然指的是这个六成 众生因为贪爱 这个外在的六成的差别 就有各式各样的轮转 因果的相续的作用 起获造业 受谷 这样的轮转 就产生了十二类的颠倒之项 那十二类呢 就是软生胎生 失生 乃至于 若非有想 若非无想 十二种的差别 那么这个地方 在后面的经文会 佛陀会详细的说明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 我们在因地当中 当然我们内心都有货业苦 但是货业苦其实 它有十二种差别 那么这个区分当中 是从六成的区分 你比方说我们讲饮食 饮食在六成当中 记住了色香味醋四成 你比方说 喜欢早上吃东西的 那就是天人的六成 他容易招感天人的六成 中午吃东西的是佛陀的六成 黄昏去受用饮食的 那是畜生的六成 那晚上喜欢晚上六成 贪爱晚上的色香味醋的 那是鬼神道的六成 就同样的六成 因为众生的贪爱不同 造业不同 它七分种 十二种的差别果报出来 还是这个意思 当然因地上是看它的造业 那果地当中呢 它六成当中显现的相貌 也各式各样 我们从果报上来说 其实六成当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殷生 你看六成的第一个延起是殷生 你看在面向学 面向学当中判定一个人的福报力 他的性格 他的最近的印识怎么样 最直接的方式就听他的殷生 一个人的殷生可以看到他很多很多的事情 就是他因为他整个延起当中是由一念旺动以后 先有殷生再有色臣 香臣乃至于法臣等等 所以我们从殷地当中他所贪爱的六成 我们就可以论断他未来的果报的六成 从果报六成当中 我们也可以知道他因地的六成是怎么回事 就是他这个穷十二变唯一悬浮 有因就有果 有这个果又会带动另外一个因 如是的辗转的循环 这个是讲到众生有情世界的颠倒之项 看第二段 星恶耶果事项 这个地方就正是根据众生的差别之果 来解释众生十二类生的生己相貌 前面我们比较偏重在起货造业 这个因地这部分 这个地方就把因果放在一起了 那么这当中分两段 第一个别名第二个总结 我们看别名 别名当中分十二类 一软生相 二胎生相 三失生相 四化生相 五有色相 六无色相 七有想象 八无想象 九非有色相 十非无色相 十一非有想象 十二非无想象 这十二种相状 看第一个 诡异的软生相 这个软是因响生 就是说他这个众生 过去生当中接触六成 他的一个烦恼的生起 是因一直相和生起 看经文就容易清楚 阿兰 由因世界希望轮回 动颠倒故 和和气成八万四千 非诚乱详 如是故有软结罗难 流转国土 以鸟归蛇 其类冲赛 这讲到这个软生 众生的一种希望颠倒之相 那么这以下的十二段的经文 都是分成货业库 这个货是从 阿兰 由因世界希望轮回 动颠倒故 这个是众生的疑惑之情况 那么在友情世界当中 这个软生的众生 在轮回的过程当中 他的烦恼 是一种希望 就是说他 经常会打很多很多 不切实际的妄想 他希望有各式各样的妄想 所以他的一个相貌 他的颠倒相是一个洞 这个以洞相为颠倒 这个洞就是 他心中有很多希望的想象 有希望的想象 那么当然这个希望想象 往往是不切实际的 他经常想到在空中能够各式各样的飞翔 在海底有各式各样的活动 所以他的这种 在六成当中的烦恼的升级 是以这个翔 来带做一个带动 这个是讲他的一个 迷惑之相 第二段看他怎么造业 和和气层八万四千 非诚乱想 这个是讲他的行程的业力 那么烦恼跟外在的六成 心境的和和 这个和和就是心境和和 气 他以这个气 来当作他一个造业的一个推动力 那么气当然有刚柔两种气 就是说这个软身的众身 他们彼此这个难拟的交锅 是用阴身 就是用这个气 这个阴身来吸引对方的 就是这个刚柔之气的交合 就产生了很多很多 八万四千 各式各样的这种飞扬 或者深层的乱想 如果是气比较刚的 那它就是飞扬 就是它以后变成鸟内的众身 鸟内众身是在空中飞扬 如果它气是比较柔和的 那么这属于下沉到水里面 变成鱼类乌龟之类的 就是飞扬跟下沉 这两种的业力的差别 这个地方是讲业 业以这个阴阳刚柔之气来造业 看他所感的果报 如是固有软节若然 流转国土 以鸟归蛇 其类冲伤 那么有这个烦恼跟业力的合合 就有这个软 软身的 这个节若然是软肉的意思 柔软的肉 这一类众身是没有骨头的 就是完全是肉 流转在有情世界的国土当中 就有这个頤鸟龟蛇 这四类的众身 冲在在世界当中 所以这个地方 他的整个希望的因果 他的因地像是响 那么有响当中 载动了他的气的造业 最后就有这个所谓的 飞城的果报 如果是属于飞扬的 就在空中活动 如果下沉的 就在水中活动 那么当然这个也就是 他有他的一个对六成的执着 造业的不同 就有这样的差别 看奎儿的胎生象 这个胎是因情有 就是这一类众生 他的情爱 他的情质是特别重的 以情质来带动他的一个烦恼象 由因世界 杂染轮回 亦颠倒固 和和之城 八万世间 横竖乱详 如是过有胎 杰普坛 流转国土 人畜龙仙 其类冲赛 这个叫胎生的 那么他胎生象的烦恼 是怎么生起呢 他在这个友情当中 是一种 他的相貌是一种 杂染的轮回 这个杂染是指 这一类众生 心中有很坚固的 贪婪的情爱 贪婪情爱 所以他的一个相貌 是欲颠倒 他欲就是心中 以情爱为他的颠倒 这个人他为什么 会造这个业 造这个杀到以外的业 胎生的众生 他在造业 就是 他心中有某种的情爱 来当作他一个 造业的根本 那么由这个 情爱的推动 这个是他的迷惑项 看他的造业 和和之城 八万世间 横竖乱想 那么这个枝 这个枝正是他的一个 心境的和和 就叫枝啊 这个枝是怎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 腹筋母血啊 因为彼此的贪爱啊 而产生结合 这个叫做枝 那么由这个腹筋母血的结合 就构成这个横竖的乱想 这个横竖啊 就说明他这个邪正的差别 这个竖啊 是属于比较有正派的 就是他这个 虽然情爱 但是他这个情爱 是有一定的道理跟原则的 那么他就会 召感人类跟仙类 人跟仙 如果他的情爱啊 是完全去情绪化的 没有怎么章法的 那就变成横啊 这种邪恶的情爱 就会变成这个畜生类啊 龙类之类的 所以他的造业 也是有横竖两种差别 看他的港国 所以他有这个胎 杰卜坦 这个杰卜坦是硬肉 它是肉里面有骨头的 杰卜坦 扭转在国体当中啊 这当中有人啊 畜生啊 龙类啊 仙道 这四类的众生啊 充塞在友情当中 这个前面的阮身啊 他是响啊 是比较轻飘的 所以你看他在活动的时候 他在空中飞扬 在水中轻飘啊 都是比较轻飘的 但是这个旗 这个这个旗呢 是比较沉重 所以他不能离开地上 他一定要在地上活动 因为他是 这个旗呢是沉重的 看第三段的 失身相 失以和感 就是他对某种东西的 一种贪爱啊 就产生一个和合 和合以后就受生了 他没有经过入胎的 有应事件 执着轮回 去颠倒固 和合软沉 八万事件 翻覆乱详 如是过有 失相必失 流转国土 寒醇辱动 其类重塞 这一类众生的轮回啊 是以执着 而产生奴回的 那么他执着是什么呢 这种众生啊 他执着的六成 有两种相貌 第一个 他执着那种 太阳光产生的 温暖的相状 第二个 他执着那种 水分所散发出的 那种湿气的相状 他以这种水火恶相 来当作 他生命的执着 执着的结果呢 就产生一种去颠倒 他对这样子的水火恶相啊 他会产生一种 趋炎覆势 想要去趋 去趋向他 的一种力量 这个是说明 他迷惑的相状 看他的造业 合合软程 八万世间 翻覆乱想 所以他就是 依止这个软 就是太阳光的软气 还有这个水分的湿气 水火 两向的合合 就创造他的一个 生命的造业力 就翻覆乱想 心中翻覆就是说 这个人呢 没有一定的脏法 唯利是图 哪个地方有水气 有暖气 他就往哪个地方跑 翻覆不定的 所以他那个去啊 那个去像就是有 那个趋炎覆失的意思 这个地方是他的造业项 看地上的果报项 如是固有 诗相 必失 流转国土 那么这个诗相 就是他的这个 湿热之下 这个必失 也是软肉的意思 不过这一类众生 他没有经过入胎 他直接是失生的 寒醇辱动 极力冲塞 寒醇啊 是一个下腹的众生 就是他这个蚯蚓啊 在地上活动的 这个蠕动的是属于上帆 前面有讲帆覆 还有上帆 那么这个上帆跟下腹 下腹的话呢 就是地上的爬虫类的动物 在那边爬来爬去叫蠕动 有一类是在地下的蚯蚓 总而言之 他们所追求的 就是一种温暖的相状 跟这种潮湿的相状 这种水火恶相啊 来当作他的一个 轮回的一个根本 看第四段的画身像 有一世界变异轮回 甲颠倒故 和何处生 八万事件 心故乱详 如是故有 画像截然 流转国土 转退飞行 其类冲塞 先看他的迷惑 他的迷惑就是变异 他轮回的相貌就是 以变异这两个字来形容 这一类众生对六成 他喜欢变化改意 他不喜欢固定 就是喜欢变来变去的 那么他是怎么变呢 就是甲颠倒 他喜欢甲脱一个旧的身体 又继续引申另外一个新的身体 所以他一起生命当中 他身体一定要经过变化 你比方说这个蟬 他以前是在地上活动 他长大以后变成蝴蝶 变得在空中飞行 所以他的生死相貌 是轮回的 是甲脱 旧有的 去创造一个新有的 所以他的整个轮回相貌 是一种假颠倒 那么和和促成八万四千 心固乱想 他的造业是以这个促 什么叫促呢 促类而变 他接触到一个新的相状 事物 他的相状就会产生改变 所以他内心是心固 这是喜心厌旧 喜心厌旧 就是他的一个造业的相貌 如是固有画像截然 这个是他的果报 这个变化的这个应肉 流转国土 转退飞行 转退就是 转变 什么叫转变呢 有两种情况 第一个是转飞而行 他小时候飞 长大以后变成代替上爬 叫转飞而行 第二种是转型而飞 他小时候是在地上爬 长大以后变成蝴蝶了 变成灰了 就是转型而飞 总而言之 他这个 他一生当中 他一定要有所变化 有所假托 他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执着颠倒 他就变成了化身的众生 化以离异嘛 离开旧的 去追求新的 看第五段的 有色相 有因世界 留爱轮回 葬颠倒故 和和 早晨八万四千 惊咬乱详 如是固有 色相决然 流转国土 修旧精明 其类冲赛 他这个有色相 这个色 是指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的执着身上的光明 他就这个光明相 特别执着 他在六层当中 对光明相 特别的 喜欢 耗耀 所以他变成 他的一个 轮回的一个主要的相貌 先看他的一个 起获的因言 由因世界 留爱轮回 葬颠倒故 这个留爱呢 就是说 他为了追求 光明的相撞 所以就 那么就开始 产生这种身体的障碍 身体的障碍是因为 追求光明 所以 障颠倒故 那么因为他 对这个 光明有执着 隐身内心的障碍 而且特别的固执 那种对光明的执着 是特别的固执的 障颠倒故 这个障碍 就是很难去开通的 和和 早晨八万四千 尽要乱想 那么这个执 就是他的贪执 他呢 贪扎两种 一方面他贪扎 日夜的光明 天上日夜的光明 一方面他贪扎 他自身的光明 他自身本身放出光明 那么 所以有这种 八万四千的 金药乱想 这个金药呢 就是说他经常会 假借日夜 星辰的光明 而转成自己的光明 叫金药 看他的结果 如是故有 有色劫难 流转国土 这是有光明 相状的这种 劫难 就是硬肉 流转国土当中 修旧精明 其类充塞 这类状态 比方说 萤火虫 等等 他们能够修旧 他们能够意志吉凶 修就是吉 吉祥 旧就是祸 他们能够对吉凶的这种意诏 而且精明 他们一生当中 就是如何让身上的光明 不断的增长广大 追求这种精明的光明之相 这个是这一类众生的一个颠倒的相貌 有色相 看第六的无色相 有意义世界 消散轮回 或颠倒故 合合暗沉 八万世间 阴影乱详 如是故有 无色截然 流转国土 空散消沉 其类充塞 这个无色相 就这一类众生 他特别厌恶有相的东西 执着这个顽空 他对那种悉空 这种顽空之相 特别好耀 所以他的生命当中 就是追求 灭色归空 你比方说 四空天 悉空之神 风神 都是属于这一类 他就以这个无色 来当作他的一个 六层的追求 看经文 那么他的 有意义世界 消散轮回 或颠倒故 消散 也就是说 他的整个生命的追求 是依止心中 厌恶色伐 消散色相 而归于西空 为当作他的一个 轮回的相貌 所以他的颠倒是一种 霍颠倒 因为他对这个西空的 顽空之相 特别的迷惑 特别的爱找 叫霍颠倒 何和暗城 八万四千 阴影乱想 那么他心境何和 照的夜是暗 就是说 他对那种西空 这种暗顿之相 迷暗之相 来当作他一个 照夜的根本 那么 他的照夜的相貌 阴影乱想 阴就是他执着 昏昧 顽空之相 隐 就是因为执着虚空 就把自己的色身 慢慢慢慢的 隐没 而不显现 你怕得这样来照夜 看他的结果 如是固有 无色截然 扭转国土 无色 就是说 他就没有这种 色相的表现 但是这个地方有问题 无色怎么会有截然 怎么会有硬肉的相状 这个地方的 截然是针对 他的一个定果色 因为他没夜果色 他有定果色 那么流转国土当中 他的一个果报像 就是空散 消沉 所以他因为执着 分昧的 顽空 那么就消散 色法 这种众生 是区对 冲在的世界 这个是无色界的 无色界的众生 看第七段 有想象 由因世界 往向沦回 引颠倒固 合合意诚 八万事件 浅解乱详 如是固有 想象绝难 流转国土 神鬼精灵 其类充塞 那么 有想 就是说 这一类众生 他心中充满了 种种的幻想 但是他没有身体的实质 就但是那一类的 种种的幻想 有想 看经文 他的一个 整个轮回相貌 是往向轮回 他就是那种 生命当中 追求那种 若有若无的 那种虚无之相 来当作 他的一个轮回的相貌 所以他的颠倒是 隐颠倒 他往往以这个 如幻如画的影像 来当作真实的功德 所以他好要这种 灵通啊 感应啊 这种特殊的圣进 追求这种 希望的影像 来当作他的颠倒 那么这个是指的 他的祸 看他的业 何合一成 八万事件 浅解乱想 那么他的心境何合 他的造业的一个 推动力就是义 心中经常存有一种 爱恋的异想 心中存着很多很多的影像 对这个影像 有所追求 有所爱念 所以他就产生一种 浅洁的乱想 有很多很多的 浅尝的 内心深处的幻想 而爱要种种的 灵通感应 依使这种灵通感应 来依托物质而神 比方说你看那个 土地公啊 土地尊神啊 他就是好要这种灵通 所以你只要能够塑造一个相状 他就以那个相状来当作他的身体 那么这个身体 这个相状坏了以后 你又创造另外一个神像 他又以另外一个神像为身体 他就是 有各式各样隐藏的幻想 来当作他的一个灵通幻想 来当作他的一个业力的推动 如是固有 想象劫难 那么流转在国土当中 那么他们的众生有神鬼精灵 这个神啊 就是城华庙里面的神 土地神等等 精灵 有山精 海精 还有动物的精灵 这些都是特别喜欢这种灵通感应 那么随便的依附一个树木 一块石头 或者一个这个雕像 他就可以当作他的身体了 这个就是有想 有想的国报 看这个无想像 有因世界一顿轮回 吃颠倒故 和和晚成八万世间 孤搞乱想 如是故有 无想绝难 流转国土 精神化为土木金石 其类充塞 这个无想跟前面有想刚好相反 就是说呢 他呢 有这个色身的色子 但是他呢 自己没什么特别的思想 以色子为根本 看经文就清楚 有因世界一顿轮回 吃颠倒故 那么他的轮回的内心 特别的疑似暗顿 他平常什么都不想想 所以他呢 他的整个迷惑的根本呢 是吃 他把疑痴无想呢 当作他的一个真实的功德 他的内心当中啊 就经常保持一种疑痴的相状 暗顿的相状 无想的相状 以这样子来当作 他的一个迷惑 颠倒的根本 和和完成八万世间 孤搞乱想 那么他的造业的推动力 就是完 这个是明完无知 明完无知 所以他的整个 音言就是孤搞乱想 他的内心呢 就像那个死灰啊 搞木啊 如此的昏昧跟固执 你看那个孤木啊 他就是 非常的暗顿 如是固有 无想绝难流转国土 精神化为土木金石 所以他这一类众生 主要的特色就是无想 以这样的无想啊 来流转到友情国土当中呢 他一直有分别思想的精神 但是因为他好要 疑痴暗顿无想啊 所以他经常啊 从精神当中啊 转化成一种无想的土木金石 其对冲神 什么叫精神化为土木金石 这个解释一下 我们一念的五印心 当然是有想 但是 他因为特殊的音言 转成无想 比方说 在这个古德的注解 旺夫使 你看他的那个先生啊 到很远的地方做生意 那么他很久没有回来啊 他每天就在那个海边啊 去 期望他的先生回来 那么期望久了以后啊 他的心啊就暗顿了 就化成一个石头 就一个万夫石 或者说 比方说有一种有钱人 他特别爱他的黄金啊 他真的收集很多黄金啊 那么 他死了以后呢 他对黄金的那种执着啊 特别的疑失 特别的耗耀 他就变成一种练尸鬼啊 就整天就守住在黄金当中 以黄金为他的一个生命的根本 他心中就是保持一种啊 疑痴暗顿的思想 但是就守住黄金 就是就叫精神化为土木金石 这一类的无想众生 看第九 非有色相 有因事件 香带轮回 尾颠倒固 和和染成八万事件 因意乱详 如是固有 非有色相 橙色截然 流转国土 朱水母等 以霄为目 其类重塞 这个非有色啊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他本身没有色相 所以他必须依靠 其他的众生 来形成自己的色相 比方说 水母 水母本身没有身体 他就是那一份的 灵明之心 那他没有身体 他怎么办呢 这个水中啊 海里面有那个泡沫 泡沫累积久了以后啊 这个水母就以泡沫为他的身体 他以泡沫为他的身体 这个就是非有色相 有因事件 香带轮回 尾颠倒固 那么他的整个轮回相貌 就是香带 就彼此互相的支柱 我帮助你 你也帮助我 双方得到的意义 叫香带轮回 所以他的颠倒像是 唯 虚伪而不真实 虚伪而不真实 那么他造业的相貌呢 和和染成 八万世间 阴依乱想 这个染呢 就是说他特别 他那里去 依靠他人的东西来过火 他自己 没有东西 那个这个染 就是他特别喜欢去依靠 比方水母就喜欢依靠 大海里面的泡沫 各式各样的 这样的依靠 所以他就有这个因一的乱想 因就是依托他物 因呢 就是转为己物 把他人的东西 转成你自己的身体的东西 就是因一乱想 如是固有 非有色相 截然流转国土 诸水母等 以下为母 其类重生 所以他就有这种 非有色相的 这个截然呢 流转国土 比方说水母 因为水母本身没有色相 那么他就以这个 大海里面的水泡 为自己的身体 那这个地方有问题 因为大海的水泡没有眼睛 那怎么办呢 没有眼睛 他也不能独立运作了 所以他就必须要靠大海里面的小虾 这个小虾米呢 就游到这个水母的身体里面去 来当作他的眼睛 那两个众生就互相依靠了 水母依止虾 而有眼睛 这个虾呢 因为水母 也能够找到吃的东西 那两个人就互相的依靠 这个就是非有色相 两个人互相的依靠资助 而构成一个轮回的力量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 下一段会比较长一点